那一天我穿長褲 走走走走 就從那個褲板 鞋子腳踝那邊 丟出來 我非常有感覺 就是一塊 我不敢回頭看 我當作沒發聲 繼續走 哈囉嗨你好 我是翠翠 我是佑哥 欸你可以把眼鏡拿掉嗎 他真的反光了 不要 我眼鏡比較帥 好喔 那我跟佑哥呢 今天要來錄看話性節目 就是我們要分享 自己小時候有關於大便的一些 有趣的事情 黑歷史 對 大便黑歷史 吃飯的人 現在可以先不要停 怕你們會吃不下去 不要停 不要聽 喔可以先關掉影片 點到贊 沒有點到贊 為什麼想要錄這一部呢 因為之前我跟佑哥 在生活中聊天聊到一半 他就說了 他小時候發生一些超奇葩 有關於大便的一些事情 我聽到真的是大為震驚 是我先分享還是你先分享 我壓軸 好你壓軸 他真的是壓軸 那我先分享我的好 我可以額軸嗎 你可以狗軸 我小時候差不多一二年級的時候吧 有一次我要去上學的時候 我就在路上踩到大便 那時候是穿一雙涼鞋 我去到那個班之後 因為我小時候不太敢講話 然後我也不太會尋求別人幫忙 然後就去上課 然後好多人後 我旁邊的同學就在說 欸誰那麼臭 我又不敢講話 我知道我踩到狗屎 可是 可是 因為那個時候我不會尋求幫助 也不知道 要怎麼去洗鞋子 你知道嗎 才一二年級 我最後就是被講到有一點很難過 然後 我也沒跟老師講 我就上課上到來 把自己默默的 這樣 邊哭 然後邊走出去 然後躲在 躲在我們那個教室外面有個洗手槽 然後在那邊躲了五分鐘 有一個清潔工人經過 就問我怎麼了 我就說 我踩到大邊 他就幫我把我的良寫拿起來 然後幫我刷 把狗屎刷掉了 然後刷完之後 我才終於回去上課 我大概就是這樣啦 我真的是小菜一點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堅持 就像你 非常堅持 堅持要講然後 那你有沒有想要問我什麼 你的故事內容 一點都沒有爆點 我相信大家小時候都有踩過狗屎 但 你們 你們 你們沒有自己拉過屎出來 然後自己踩到 換你換你 你們有沒有 不小心拉出來 拉到自己內褲上的經驗 一定有吧 不可能沒有啊 你有沒有 我是一個無法接受 我的屁股有屎的人 我只要一有屎 我就沒有辦法坐下來 我要立刻去廁所把它擦掉 我從小 不管 國小 國中 甚至到 高中 沒有印象 我在學校裡面 大過變 就算有 可能也是那個 一隻手指頭數得出來 你如果早上八點上課的時候 就想要拉屎 結果你下午四點才放學怎麼辦 我就會忍 忍 你永遠不會便祕 對我不會便祕 我是那個超級順暢的那一種 我都很喜歡跟同學玩躲貓貓 我在躲的時候 或者是 我要被追的時候 我就會 非常緊張 非常興奮 我又是一個 不想要去廁所的人 我就原地蹲在那邊 蹲在那邊幹嘛 我還是堅持著 不去特殊 我以前 就會不小心 大到自己的內褲上 那所以你玩躲貓貓 蹲的那些點 你全部都有大便過了 算是 我跟你講 我以前 就講國小好了 我大便在 內褲上的次數 我覺得可能有超過20次 在我大便的時候 很討厭男生 會可能在外面 小便躲在尿尿的時候說 誰在大便啊 屎這麼臭 我就會覺得 我在裡面很萌羞 可是再怎麼萌羞 也比你直接拉在內褲上 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堅持 你是大 呃 比較稀的 還是一粒一粒 還是有勾欠狀的事 壞狀 基本上 我就會伴隨著他一整天 然後繼續坐回 伴上的椅子上 欸那 我真的覺得 你們換位子 要坐你那個椅子的人很衰耶 而且 小學生 基本上同學都是 天真無邪 其實我每天都問 中了10位 那都沒有人說 怎麼會有10位 有 直到有一次小六的時候 那時候下午我們去打掃 那我的打掃工作 是去掃有一間遙遠的廁所 那時候我們掃完 就在廁所的外面 就跟著一群人在聊天 那突然呢 有個男生 當著很多人的面 指著說 張榮佑 你怎麼會有10位 那時候我嚇傻了 好家債的是什麼 那天風還蠻大的 站到我旁邊的女同學說 沒有啊 我沒有聞到啊 可是男同學堅持說 有 我有聞到 那你怎麼回他 我說我沒有沒有沒有 嚇死了 你其實也 我忘記 但是非常 腦袋裡面非常記得 這件事 是個陰影 你邊上課邊坐著 然後內褲有死 對 為什麼你不去廁所 然後把你內褲丟掉 都有自己的堅持 小時候不懂啊 不懂 不懂可以把內褲丟掉這件事情啊 我記得有一次 穿著有死的內褲 要去補習班的時候 剛好過一條大馬路 因為你在走嘛 那一天我穿長褲 走走走走 就從那個褲丸 鞋子腳踝那邊 丟出來 我非常有感覺 就是一塊 很大嗎 很大嗎 我不敢回頭看 我當作沒發生 繼續走 那後面有沒有任何人看到 這我不曉得 因為我不敢回頭 那你總共在這一身 掉了幾顆大便 在馬路上面 很少 所以有超過那一次呢 可能有吧 但是我 最印象中那一次 為什麼會這麼有印象 就是因為那一塊應該也蠻大塊的 如果做一天之後 那個屎會被我做乾 那你的屎會沾到你的蛋蛋嗎 喔 應該會喔 唉唷 還好那時候我沒認識你 你等一下影片的時候 可以幫我打個馬賽克嗎 沒有 大家都認識你 你媽幫你洗內褲的時候 都沒有問過說 為什麼你內褲上會有那麼多屎 沒有 因為我回家的時候 都會自己把那個刷子 把屎把它刷乾淨 欸 那你是用手去拿你內褲上的大便 還是怎樣 有刷子啊 你家沒刷子嗎 不是 你不可能拿刷子直接去沾你的大便 把它刷掉吧 你應該是要把 最大那塊拿起來 再把殘餘的拿刷子刷掉 你講的是 剛大穿的是一塊一塊的 但如果被你的屁股壓壓壓壓的時候 它基本上已經 可是它還是會有個厚度啊 刷 說不定就把刷子洗乾淨就好啊 好可怕喔 你們男生痔瘡還是怎樣 護墊或大人子尿褲都超適合 你對一個小學生說 護墊 我覺得 全要跟應該交的是去廁所大便 欸 突破盲頭 像我就是每天都便秘 然後像他每天都拉肚子 我們兩個應該要平衡一下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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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講英文 我活小可是英文小老師 頭痛 這部影片如果有破3000個讚 我們就叫翠翠再分享一下小時候的黑歷史 因為我覺得我分享的 那個黑歷史1到10分 好歹也有個6分 你那個1到10分 你那個1分 我的黑歷史不在大便上面 所以想要夠爆的 更爆的 翠翠的黑歷史喔 3000讚好不好 3000讚 然後我想一個我小時候的黑歷史 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跟你講 那時候甚至小3 小4 小5 小6 的時候發生的 不是那個小1小2 懵懵懂懂喔 眼睛都還沒睜開的時候喔 那你國中有發生的 國中耶 他在內褲上 那你高中有發生的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他跑走了 優格拒絕分享 他該不會到現在 也有拉在內褲上 好可怕 我要去檢查看內褲 餘下一個 小1 8 ogy 他在內褲上 他在內褲下 他在內褲上 絲 我們 你們 你們 我們 有 我們 我們 kanske